爱情没有选择题 选项没有ABC 都说答案在心里 脸红的吸引力 这么简单看清 不用我说明 期待你说一句确定 我不再怀疑 你的工作把我吸引 我的思想为你不停 每时每刻牵手一起 不用再怀疑 这就是爱情 百分百确定 忘了想起甜蜜的回忆 这就是爱情 天花光了心 Oh baby 对你的爱就要珍惜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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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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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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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就要珍惜 我时间的付出珍惜 谁允许你偷看我 是谁允许你偷看我 设计稿 乱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流行元素 设计毫无章法 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啊 流行肯定有流行的道理 你不多尝试 怎么能发现新东西呢 尝试新元素也需要定位啊 那你的定位是什么 混搭吗 那混搭不用基本法 你这么厉害 那你拿你的设计出来给我看一下 你快忍我看 小心 画了很久哎 两张设计稿一半都是数据分析 你这是做设计呢 还做统筹啊 设计当然也是一门科学啊 就像我统计过所有夜忙穿过的礼服 这样我才能够根据它的颜色 喜好 款式 来做出最适合它的礼服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夜忙他参加活动 穿的那些礼服 可能都是品牌借给他的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选的呢 当然我有想过 所以我也分析了便服 礼服可以看出是否合适 但便服我可以观察出 他平常穿衣的喜好 懂不懂 我对你这种科学技法 还是持保留态度 但我坚持认为 设计不应该被冰冷的数据所绑架 它应该是有温度的 懒得跟你这种笨蛋多数 来 你把我叫我跟你说 赶快退出设计圈 让给你设计 要你管 社群 signing 人呢 未经历 人善恨 小悠 陆总 平时那么辛苦 还总是熬夜 我帮你泡了一壶 养生茶 谢谢 你来得正好 这个是夜莽礼服的设计图 我想快要交稿了 还是给你看看 我看看 我觉得很好啊 有一些当下时尚的流行元素 很新眼球 这真是我还在斟酌的地方 在礼服上 交入这些流行元素 会不会模糊了 当初我们对夜莽礼服的定位啊 其实啊 每一个黄金年代 都有属于它的时尚经典 你用当下的流行元素 去衬托从毅三十周年的夜莽 其实这更能体现出 混搭美学的经典 你觉得呢 来 趁热喝 谢谢 挺好喝的 你不喝吗 这口专门给女孩泡的茶 谁对我 好喝的 你们要不要 你客气 有帮助 我 还没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香啊 小悠 伙食也太好了吧 真偏心 这么多菜也堵不上你嘴啊 谢谢 喂 喂 星成 在家吗 我不在 怎么了 本来想去找你聊一聊的 那就算了 你可以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啊 燕芒的礼服我设计好了 但是你也知道我对国内一点都不了解 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治疗 本来是想你给我出一点主意的 这样好了 我待会过去找你好吗 好啊 我就在公司 那我等你 好 待会儿见 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待会儿先去忙点事情 你们先慢慢吃 好 这人真是没口福了 这么好吃 居然有事了 太好吃了 小悠 不得了 等会儿我去拿个手机 我得给拍下来 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以后一定要吃光的 小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你最近你在忙些什么 夜忙礼服的事情啊 不是有图像带给我看 因为呢 我对夜忙确实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我把好莱坞同时期的女明星和她等级相当的一些 参考了她们出席各种场合时候穿的礼服 最后 有了这个设计 希望给我宝贵的意见 这么开心 很成熟啊 但会不会太想当然了 你太想当然的想要把她跟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做对比 然后你又觉得 她们的方载方向是一样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的了解夜忙这个人吗 她心里面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你受西方审美的影响有点多 设计里面有一些元素 好像不是那么适合东方女性 夜忙充语三十年 你有没有观察过她平常讲话的样子 或者是她演戏影视剧里面的一些表现 私底下穿着服装的样子 会不会从这些小细节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她对服装的 我真的特别欣赏你在专业领域里碾压众人的样子 我在想应该没有哪个设计师的设计在你眼中是合格的吧 有啊 最近就有一个 我真的很好奇 什么人能弄得了你的发言 我自己的助理 童 童小悠 她虽然没什么经验 但从跟她相处的时间里面我发现 为了她一定是一个很令人期待的服装设计师 我们再喝一个 我待会儿就先去忙喽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喝了酒 晚上还是不要开车吧 希望我的经营有帮助到你 走喽 我就是这样 比如 зап off 我看你 你不知道 没有 突然 你骗得了 最容易 又不露了 水 我妈说让我对你朋友好一点 我对她很好吧 那她现在还不回来什么意思啊 她不会是在外面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做功课啊 你在做什么功课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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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y 我先去睡форм 还是 Jud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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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以你专业的眼光来看看我这身怎么样啊 去死 好的 你陪我去超市吧 好 快好了 我大概再做一百下哑铃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一二二三四五 这个要买吗 买哪一双 你看 我还是接到 我们应该 买糯米粉呢 还是买糯米 你要加点水啊 变那么干怎么用啊 你懂什么 做糯米枣我才是专业的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懂 但我就是知道怎么吃糯米枣 不要把你主编那一套带到我家来 叔叔特别交代我 要多照顾照顾你 设计是一方面 生活上也是一方面 听到没有 这么听我爸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结婚了 童小悠小姐 恭喜你的设计稿被夜盲选中了 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成衣了 乖的了 我被选上了 我被选上了 厉害哟 我太高兴了 乌乌 她不会知道这么快吧 是个链接 什么样子 这几天呢 这几天呢 异常火爆的前Chick主编陆星成又爆猛料 据知情人士透露 陆星成在Chick任主编时 曾利用职务之变 多次潜规则女下属 这大明星出街就是不一样 新闻你看了吧 陆星成潜规则的名声已经在外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是时候到你出手了呀 来 坐 坐吧 这绯闻一出 当事人必定出面 新闻的热度就这么一两天 温小姐 你名气这么大 这次的热度可要你维持了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我这次不会再帮你们 你们自己想办法 温惜 我劝你好好想清楚了 陆星成的热度是下去了 但你的热度我们可以做 反正资料都是现成的 你懂的 你懂的 我知道了 你好 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对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点评糯米枣呢 你知道这个飞闻对小悠影响有多大吗 你到底有没有潜贵做我们小悠 宋如若 你说什么呢 当然没有了 我倒不是担心我自己 我主要是怕我爸妈看到这个飞闻 他们心里会不舒服 都怪这些无良媒体 就应该起诉他们 你约去回应 他们就会把这新闻运动越大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你说得倒轻松 那现在两个女生因为你 被媒体说成这样 你要不要干脆出来澄清一下 我们现在不应该关心这些小绯闻 我们现在应该庆祝我们的作品 都入围了 干杯 还是不好吃 很好吃嘛 爱吃不吃 咱俩吃啊 好了 好了 快吃饭嘛 快快快快快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说的东西 是他啊 对 就是他啊 陆总 早 怎么一大早在我办公室啊 今天早上的新闻 今天早上的新闻 假的 我当然知道是假的 所以赶快过来看看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觉得不用理会 因为不管我怎么回应 那些媒体就会拿我说的话 当造谣的素材 可是这毕竟关乎你的声誉啊 真的没事 我从小到大遇到的倒闭事还少吗 多这一件又怎么样 确定 那既然这样 这些事情可我重新审核一下 下午跟客户订办 这 不算是 倒霉的事吧 愤内事 主编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知道 千规则女下属 是你们选择干的吧 我 我之前啊 就一直查查吃回寇的事 关于爆料绯闻这事呢 我倒是没注意到 那现在注意到了吗 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 那快去查 查查查查 嘘 我去查我去查我去查 我去查 那 您现在打算怎么回击的呀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不会 不会 主编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您怎么能不信任我呢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我可以把我的心 挖出来给你看哪 我为您拘共尽 最死而后已 两肋插刀 刺所不辞 主编 眼镜 是 成联系啊 小山 你把这一季的数据给大家发一下 就我一个男士 还总让我干活 萧悠和男士接触得多 有经验吗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经验呢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聊够了吗 这次我们的会议主要讨论一下 下一季的流行趋势 我看看 大家结合数据 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小悠你是首席 方案不是你来定的吗 可能是 自己一个人设计有困难吧 这个首席职位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设计部不是一言堂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我的八卦你们也可以随便聊 但私人生活和设计工作 我希望你们分清楚 如果分不清楚 只能说明你们无法胜任严格的工作 到时候 我就只能请你们走人了 开会 温馨 温馨 舞台 出现 曼 网 找你 冤枉 他 公司 不是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当然不是来质问你 我当然相信你 我只是担心你 我知道了 你先走吧 我还有工作 芸汐 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啊 我挺好的 你走吧 好 你不想说这个也没关系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来这儿 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你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在 我要迟到了 我要迟到了 这是我谨慎的广告 你想让我连最后的广告都失去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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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快 来 我来 来 帝你也不扫吧 你也不收 你真等自己家了 我待会会收 我在想事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想事情 这时候不理会 就是最好的回应 谁关心你了 我说的是小悠 你知道这件事 对小悠的影响有多大吗 那些八卦是针对我来的 小悠只要不回应 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你当然可以不理会了 躲在小悠房间里睡大觉 可你知道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 怎么欺负小悠的吗 好了 叔叔 我们去吃个面吧 祝你永远笑不出来 走啦 居然直接说她在追求你 陆言之果然大气 陆星成居然不闻不问 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在乎 我的感受 如如 还连连的你 本来你可以接到 这个案子的 都是为了要帮我出头 好了 好了 我的理想呢 就是当作家系爱情小说 我跟那个佳佳八字不合 虽说大力哥人还不错吧 大力哥 谁啊 就之前陆星成那个助理 好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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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上帅锅 小燕 先别想了 去点水果 陆星成 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我们这么久没有见你脾气还是一样大了 你这种个性迟早会吃亏 陆星成 你这种不解释的性格 你迟早会后悔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温惜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种不解释的性格 可以 你跟温惜你 陆岩枝 陆星成 听说这个陆星成啊 其实在设计方面 真的挺有能力的 可是你也知道 最近他的传闻特别多 而且对他很不利啊 那也是啊 你想想看 一个设计师 潜规则他的女下属 对了 我还听说 他害死他妈呀 不是吧 真的 你看看一个设计师 有这样的品格 能有什么好作品啊 我已经找了很多设计师了 可是 和心意的 就是这个陆星成 真是头疼 其实说穿了 我们言格啊 当时选新的代言人 也是一样啊 选了好久 也找不到合适的 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 秘密多得不得了 你不了解 还真不能用 要都像你这样 得意双心的艺人 该有多好 看你说的 你说得也有道理 你考虑考虑吧 得谨慎 那我只能 再考虑考虑别人了 我们不好 非常不好 别 别生气 别生气 我想 你还是别说 永远都别说 你就等着回火去吧你 你这种不解释的性格 你迟早会后悔的 我 怎么了 陆星成严格 夜盲礼服入围 资格已取消 我 我 我 还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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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有 我 我 我 从没想过这样遇见你 当两个如人影子靠近 看幸福的光影 一点一点落满地 是谁把世界安了暂停 不想承认对你太着迷 不听话的小路 总能把我推向你 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 能不能一二三留心提我去心愿 让拥抱画一个圈 爱说就思念你在我心里面 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 能不能一二三把手勾在我左肩 我多想用指尖 把你的脸为光中定格纪念 心灵上说欢迎你光临 你变成我呼吸的氧气 你已经占据我心里所有的缝隙 如果少了你怎么安心 如果少了你怎么安心 你的出现轮住我任性 爱是变成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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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需要你在意 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 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 能不能一二三留心提我去心愿 让拥抱画一个圈 爱说就思念你在我心里面 如果说一二三点点头你就出现 能不能一二三把手勾在我左肩 我多想用指尖 画你的脸为光中定格纪念